大家好 我是國隆證券投資經理方澤橋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團 美團在上星期五公佈了半年的業績 業績亦比市場預期始終好 他們的純利上升151%到22.1億元 遠高於市場預期虧損18.4億元 累計上半年美團的業績亦轉虧為影到6.3億元 上年同期虧了5.51億元 邊際利用亦由4.9%升至8.8% 業績後其他投行紛紛提高了他們的目標價 其中大摩、匯豐、美銀、野村 都分別調升了他們的目標價至到280元、290元、296元和300元 其實美團現在主要最賺錢都是靠他們的外賣服務 你說其他的生意 例如一些旅遊或者一些單車 其實這一類型的生意暫時都沒有很大幫助 但是其實靠著現在的消費者的黏性 其實這一類型的其他邊際的生意 其實賺錢亦都是時間性的問題 始終有一天他們都有機會是會轉虧為營的 說其他一些業務 例如旅遊、酒店 現在仍然都進入一個復甦期 雖然他們的同比收入下降至13.4%至45億元人民幣 第一季更加是一個災難性的收入 但是看到今年的第二季其實有一個明顯的復甦 經濟的利潤環比增長到19.6%至41.6% 那麼暫時旅遊的業務最大的競爭就是攜程 那麼市場其實有一個一系列的一些促銷的活動 其實之後會更加令到他們的業務 增長會更加之快 其實未來來說 餓鳥魔和美團他們競爭的內容 主要是一些商家的數量 他們的服務和他們的路程和他們的價錢 那麼如果再用消錢的方法 其實已經不合時了 短期來說 美團的優勢仍然都是持續的 你看到美團其實現在的市值超過了15000億人民幣 那麼短期你看到很多的筆水仍然都流入這隻美團 那麼見到其實第二季公佈的前後 美團的股價已經升了超過30% 那麼見到短期來說其實 相關的升幅已經反映了在股價那裡 見到最近有些回調的跡漲 那麼今天還跌了差不多3% 去到254元 但是其實股價都會有一定的支持 如果股價仍然在10天移動平均線以上 其實股價仍然都可以追入 那麼所以建議投資者 可以大概在240元這些價位 就逐步吸納了 那麼上網其實都是300元 那麼跌遍220元就應該要支持 那麼再次進行 還有什麼 比較適合的話 全部要求你的